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的视频呢 是第二集城市生活片的第二集 Nino和Nina呢 就是准备要去 Fan的家里面做客 因为好久好久没有去 邻居家坐坐了 就希望就是搞好邻履 之间的关系吧 那一进门呢就看到 Ean坐在那里 那就跟他聊一会儿天吧 其实现在Fan这一家呢 就是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发生 大家其实都是过得不错的样子 Ean是一个非常热心的女孩 他就热情招待了Nino和Nina 那现在呢是周日下午两点钟 大家应该都没有去上班今天 所以说就是有这个机会 大家一起坐下来喝喝茶 吃吃饭 聊聊天 看看电视 听听音乐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是发展relationship最好的时候 不知道他们就是会不会抓住机会 哦 Nina跟Fan Fan中也出现了 因为他刚刚正在 就是在床上小睡了一会儿 然后现在他刚刚起床 他和Jerry有一个大大的拥抱 然后Fan中也就是在跳舞 他听了这个音乐 哇这小人 这是我第一次在那个模拟人生室里面看到 小人跳舞 他们两个的舞步是一模一样的吗 对你看了没错 哦 Jerry还想再秀一把 哇哦 OK Sunny就决定 玩一会儿电脑游戏 我应该让他玩木铃人生室的 OK 他们现在想干嘛 哦 朋友之间的拥抱 天哪 Fan就看在那里 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其实不会啦 他们两个是最好的朋友 他们从小就认识 因为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然后他就住在Fan的家里面 也帮了Fan很多很多的忙 那就大家一起做菜吧 OK 那现在Jerry要和Fan一起做水果和酸奶蛋糕 这其实女孩子都是非常喜欢吃的 看来Jerry是一个非常贴心的男生 我让Yan去修一下这个咖啡机吧 他可能干了 他什么都能修 等会蛋糕做出来 给Yan多吃一点 其实我现在这个室内设计 就是 嗯 该放什么就先放上去 等以后 等有钱了 然后再放多一点 然后再重新设计一下 因为我不想让我的一个室内设计 变得 就是跟别人有 有特别相似的感觉 我希望就是 有自己的一个vibe 自己的一个 嗯 审美在那里 Jerry已经把水果酸奶蛋糕做好了 但是我们觉得不够吃 我们再来做 一道糕点吧 好吧 嗯 我们来做 什么蛋糕呢 呀真的好犹豫啊 我们做winter cake吧 好吧 因为看上去挺好看的 我想看一下 就是在游戏里面 这个winter cake的一个卖相怎么样 我们这一家都是cat lover 哇 蛋糕这么快就好了 还真的还挺漂亮的 这个winter cake 应该叫大家一起来吃 kwinter meal 分享其实是一种 非常快乐的行为 我一直在想 他们两个就是 可不可能以后 自然生产的小宝宝 然后我想看一下 就是自然生产的 在那个模拟人生室里面 那个过程是怎么样子的 然后我很好奇 就是小宝宝生出来的是什么样子 虽然我知道 小宝宝长大之后 你是可以去捏脸的 但是呢 我还是想看一下 他们原本长出来的 生出来的宝宝 是长什么样的 这只小宝宝看上去 也很开心的样子 这桌子怎么那么脏啊 我让Jerry去弄一下 一样已经睡觉了吗 现在几点了 哇 这么晚了 是晚上凌晨一点了 但肯定不会睡的 他应该要继续创作 因为晚上的灵感 其实是最 就是 是最奔发的时候 现在我知道 就是目前最高价的 一副masterpiece 是大约在 4000块钱左右吧 就是 要接近5000块钱 5000美元 但是我不知道 就是如果说 以后一直花一直花 这个价钱 会不会 就是超过 1万呢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 就是你画 没有画到一定的数量 是不可能 就是卖到很高价的 就是会在以后的 模拟人生的一个玩法中 我会去尝试的 去看一下 就是关注一下 这一方面 OK Jerry也去睡觉了 他们两个明天早上 是都要去上班的感觉 大家都睡了 其实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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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回到妮娜跟妮諾的這一邊 那妮娜現在準備要鍛鍊一下身體 Walk out一下 妮諾真的超愛她的 在身邊都要為她加油的感覺 她要睡了好吧 是妮妮嗎?她那麼生氣 呃好像妮娜就是沒有準備要去理解她的感覺 當作沒有看到 Sir? Sir? Are you listening to me sir? 妮妮還在外面 要不然就招待一下吧 哇妮妮說 Clearly you're a terrible and inconsiderate neighbor I will remember this WOW 這妮妮脾氣夠大的 嘖 這以後這關係怎麼處呀 這不是搞糟了嗎 算了還是先洗把澡 放鬆一下吧 啊 她們剛剛其實也沒有做什麼呀 有沒有發現妮娜的心態超好的 現在還感覺非常的Playful OK呢我們現在就來到妮妮和妮娜的這一邊 所以說妮妮剛回來 然後妮娜就想跟她一起做巧克力蛋糕 Garoo U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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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去 夜晚 但 兩姐妹好像很忙的呀 我要不去问一下翻他一下要不要去 我们来检查一下我们小人的一个装扮 注意一下 你懂吗 嗯 可而非 上去 有点自传 有点自传 自己盗 siete 哪里 是的 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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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VarudaKampul LumbicYarl Oh In a prepstylane SaukauGauding Yadamek RezOtharbo Nabiji Chavitaza Oh my Zambo So so terrific Tiba TibaKambo YalikBubna Othem YalikBubna Yi ibo Hey Yi sla Natan Zambo Natan program L Jia Natan Nan 所以让他感觉很不爽 我为什么要变成了Nino 关系本来就已经差成这个样子了 还想再恶化吗 他们有些就是想做的事情真的很奇怪 我就是不做 我就是不做怎么样 还是跟猫咪互动一下吧 不知道这样子心情会不会好一点 果然 这些小猫应该不会再长大 因为我没有设置automatic agent 这一部分 但是就算不agent 但有些时候我的小人会以各种奇特的形式去使 他怎么又变成very sad了 那我应该做些什么让他开心起来 要不然就画画吧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是会让自己很开心啊 我们来再换一首音乐吧 换一点抒情的 换一点比较放松的那种 可不得不得我们 在那种新鸡是 我看了 比较放松的 好 好 我看了 你会看到 你会看到 诶 这只小猫是睡在他的猫碗里吗 他把他的猫碗当做他的床吗 太可爱了 我们俩幅画终于就是全部都完成了 我们现在正在欣赏自己的画作 然后再迈出去 1600哦 价钱还不错 我们在参加下午的活动之前 就先洗个澡 先把自己refresh一下 其实这个卫生间的一个设计装潢呢 我个人是并没有那么的满意 就先这么放着 然后以后还会继续设计 你知道就是我家的猫也是每次我在卫生间洗澡刷牙洗脸 还是做一系列的清洁工作的时候 他就会在旁边看着 这是下午5点钟到晚上11点 那翻是可以去的 但是Jerry他们的话就挺悬的 因为他们应该是刚刚下班 可能会特别特别的累 所以不知道他们愿不愿意去 就算去了 不知道就是会不会特别的enjoy focus in 啦 ok 我们现在就到了活动的一个现场 我感觉这个活动怎么像就是迎新春的感觉 像中国的春节 还有国庆节 如果他不说这是一个human festival的话 我肯定不会想到 就是这是跟幽默有关系的这么一个活动 我看一下这个有什么 这里是买吃的order food 当然要order as much as possible 因为你在这里点单了之后呢 就是你会习得做这道菜的方法 然后你到家就会做 然后你在家里面的菜谱就多了一个选项 像我像番这么友好 就这么健谈的人 肯定见一个就friendly introduction 我们不要忘了还要买一下那个t-shirt 哇 杰瑞真的跟来的 但是他泪成这副两样 我看他还先回去吧 这种叫做瘦车磨啊 没有经历啥事都干不成 诶 这是什么 这个灯笼像是中国的元素 但是这个图腾怎么有点像EDR那种感觉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什么好玩的 嗯 那我们来调个酒吧 我们来学习一下调酒 practice一下 我们来看番的调酒技术 make drink 就这个吧 Virgin的这个 Considered often the national drink of Brazil is a very refreshing simple to make options to enjoy any festival 没关系啦 第一次调酒 发点错是正常的 没关系啦 第一次调酒 发点错是正常的 这里呢还有水腌袋 就是那种有不同口味的那种像抽烟的 就是那种小玩具 就是那种小玩具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先把酒给调好再说 诶 其实我们也很累的感觉 哦呦 他又放烟花的一个戏码 这节目还蛮多的 就从远看来是蛮漂亮的 但是烟花这种东西 就是你近距离的去观看的话 就是还是有点危险 就是有就是有些烟花 不是说全部 哇哦 好梦幻的感觉 哦天呐天呐天呐 受不了了 看来他不是很喜欢 哦怎么冷成这样 是因为flavor的关系吗 哦他又回家了吗 哦他又回家了吗 到家了 终于可以休息了 呃 这床就近在咫尺啊 你到床上去睡好不好 拜托 哎呦 哎呦 clean up 我不喜欢晚上睡觉 这时候就是外面 还是脏兮兮的 哦天呐 发生了什么 哎怎么会着火的啊 还好没有人在那里哦 好可怕啊 是地毯都烧没了 我们等会要买一块新的地毯 200块 还好还好 现在是凌晨呢 他们应该是因为火灾的原因 就一下子就又被搞兴奋了 就不睡了吧 除了翻一个人还在睡 其他的 哇他们俩是趁这个机会 想要想要有进一步的发展吗 现在是凌晨四点哇 我会记得能够想象得到他们以后会零养 不是零养 就是会去基因公司去弄一个science baby 我很期待耶 我真的很期待 要不要看回电视啊还是怎么样呢 还是Coping Channel吧 还是Romance 比较符合现在的场景 OK Jerry和Fan都去睡了 OK 事情是这样的 那Sunny她本来就在work out 然后非常intensive的work out 然后她就一下子停下来 然后想去镜子面前去练习她的一个幽默感和脱口秀 结果笑的就是上气不接下气 然后她本身就有哮喘 结果一口气没有接上 然后就被笑死了 So she's dying from laughing 你真的没有听错 这个真的是那个原因 因为她死的时候我就没有来得及录下来 然后我发现她死了 然后我就按下暂停键 然后就开始录 A few moments later 随着YAM的离世 我们都很伤心 然后我们就又新找了一个YAM 那这个YAM呢是YAM 读音还是一样的 他也是一个东亚人 但是在这间房子里面气氛还是非常的压抑 因为大家都还没有走出YAM去世的一个阴霾 我们先帮这个新的YAM找份工作吧 Freelance怎么样 Freelancer Freelancer的工作性质就比较的有空间吧 就比较的flexible 那她现在就是跟大家来进行一个简单的交流 来稍微熟悉一下彼此 大家的背景色都是蓝色 就说明是非常的sad 那我觉得很多时候如果说你把一个伤心的情绪一直隐藏在自己的体内 这样子对自己的健康没有什么好处 我觉得还是要说出来ask for advice 那现在Jerry就是向Fanch ask for advice 然后再说说话 互相稍微安慰一下 诶 新的YAM是不是感觉到非常的生气啊 why 是因为他觉得Jerry跟Fanch说话了吗 嘿 嘿 Fanch跟Jerry本来就认识啊 你生气个屁啊 这奇怪嘞 OK 那我们现在就转到Jerry的父母这一边 那这间apartment呢是Jerry的母亲的 那坐在里面还有Jerry的妹妹还有Jerry妹妹的男友Bear 那因为是中老年人的一个居所 所以我的设计呢就会偏向于绿色和棕色为主 虽然我不知道那些小人喜不喜欢 但至少我感觉他们没有抱怨吧 他们没有说嘿你设计的一点都不好看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觉得我会慢慢慢慢的提高我的一个室内设计的一个理念吧 现在就放成这个样子 等你们赚钱赚多了之后呢 我再帮你们设计 哦Jerry的妈妈 我跟你们说她超级爱唱歌 但是呢她唱歌唱的 呃 不是我们正常人就是能够理解的那种好听 我们在被Jerry妈妈的歌声伴随着的一个过程中呢 我们这一集马上就要结束了 那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这支影片 那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